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近日,一条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疑似中国094型战略核潜艇在西太平洋 距离关岛以西约800公里处 菲律宾海主动浮出水面 这里距离80海峡约2000公里 相当于跨过第一岛链跟上次山东舰航机类似 而且好像也是该行艇首次现身这个海域 虽然消息并没有得到多方证实 但这条视频一出还是引发大量关注 毕竟中国战略核潜艇本身就很神秘 再加上这次出现在西太平洋区域 已经脱离了岸基战斗机常规作战半径 更何况还主动上辅所释放的信号绝不寻常 这条视频并不是孤立存在 4月份美国军方向国会提交了这一份报告称 中国海军已经拥有至少6艘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 而且已经在南海实现24小时不间断全天候战备巡航能力 也就是说不论何时都有至少一艘094型核潜艇处于战备值班状态 随时可以应对来自远方的威慑进行战略和反击 4月底韩国总统访问美国期间 美国表示将向韩国部署弹道导弹核潜艇 同时强化双方军事联系 美军计划部署的型号是 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可以携带24枚三叉级前射弹道导弹 每枚可以携带12个核弹头 对120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 由于部署阵地前推中基本可以覆盖亚洲大部分区域 而且由于导弹飞行路径大幅度缩短 可以极大降低被拦截概率 目前美国海军拥有14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如果美军将其中的一半部署在西泰地区 那就等于把上千枚核弹头部署在了我国周边 美军将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部署在西泰 无疑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在美军感到常规兵力在西泰的威慑力大幅降低的情况下 美军开始尝试用部署战略装备的方式 提高在西泰的威慑力 在一些问题上为美国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可以说这种举动极具挑衅性 很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引发全新的军备竞赛 甚至可能诱发真正的核危机 今年4月时 中国成功进行了第六次的中断反导试验 在建设反导体系 防御他国核打击上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此举立刻引发了美国军方的关注 美军特意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 向太平洋上发射了一枚 没有携带战斗部的 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虽然美军坚称这是一次早已计划好的试验 但在当前的局势下 外界普遍认为 美军此举就是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核打击能力 对冲中国反导试验的影响 因此 094型核潜艇此时出现在西太平洋 并主动上浮 似乎在反制美军这种行动 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战略核威慑 从关岛到美国西海岸距离约9800公里 到华盛顿纽约等东海岸重点城市距离 约12000公里 094型核潜艇出现在关岛以西周边海域 用事实证明突破第一岛链轻而易举 其所携带的前射弹道导弹 可以直达美国本土 甚至可以将大半个美国纳入打击范围 美媒报道中 094型核潜艇早期型号配套巨浪2前射导弹 最大射程约8000公里 在内海只能攻击到阿拉斯加 如果要打到美国本地其他地方 就必须潜出第二岛链附近 但这种方式对缺乏保护的094型来说并不安全 但目前094已经有了新改型 配套巨浪3前射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2000公里 从南海原地就可发攻击美国本土 如果从关岛以西附近海域发射 基本可以覆盖全境 而且一艘094型核潜艇可以搭载12枚弹道导弹 如果正如美军所言装备了6艘用于战备巡航 那么一次发射可以达到72枚 更何况他们还可以携带分岛式多弹头 可以同时攻击多个目标 而且在北斗等定位下 命中精度更高 前推阵地发射缩小了飞行距离 被拦截概率同样下降 如果一片海域出现有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 那么这片海域不仅很可能早就被解放军看光了 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地方 解放军的各类作战体系 也正在对海域进行全方位侦查与保护 别的不说 谁能保证在094A上浮的海域周围 不会存在其他正在执行护卫任务的攻击核潜艇呢 就算真的没有贴身护卫 覆盖在这片海域上的各类侦查与打击体系 也够那些心怀鬼胎的不速之客胆寒的了 而西太平洋美军对此毫不自知的话 那么这就意味着 今天的解放军核潜艇部队 已经具备了在美国及其日韩等盟友国家 围绕第一岛链建立的反潜侦查体系下 隐蔽活动的能力 要知道 早在2010年时 就有美国智库对解放军开始装备094型核潜艇仪式 发表评论 称094一出海 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关岛美军 就能捕捉到094发出的噪音 并派出比094安静70倍的海狼 与洛杉矶级核潜艇 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尽管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夸张 但我们能够从中看出 当年的美军对自己的水下力量充满自信 而这一自信也一直延续至今 成为了西太平洋美军与解放军 进行战略对抗的重要筹码 在这种情况下 一艘094A核潜艇 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关岛附近海域 无疑将对美军的这种水下力量自信 造成严重冲击 因为094A虽然不是094 但终归还是一艘战略核潜艇 其精英效果是要略差于093A攻击核潜艇的 如果094A都能渗透号称能千里之外 听到094核潜艇出港动静的美军水下声纳体系 抵达关岛附近 那么性能更强的093A自然也有可能出没在关岛附近 解放军636A海洋调查船目前正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 远航到大西洋 七天只移动了400多公里 大约每天60公里 这艘调查船应该正在进行海洋测量工作 过去解放军海军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太平洋 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渐扩大 解放军海军舰艇开始迈向印度洋乃至更远 包括大西洋等过去很少光顾的地方 这样我们就需要相关海域更加详细的海洋及大气环境信息 为解放军海军舰艇在这些海域执行任务打好基础 直布罗陀海峡是地中海门户 而地中海又连着大西洋与苏伊士运河 整片区域是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的重要航道 与此同时 直布罗陀也是法国、美国以及英国核潜艇的频繁活动区域 这三国的核潜艇需要进出地中海 必须从直布罗陀经过 除此之外 地中海上的潜艇使用国也不少 包括希腊、土耳其、意大利、埃及、阿尔及利亚 这其中北约国家占了大多数 应该是考虑到这一点 解放军海军才派出远洋测量船 潜出直布罗陀海峡 进入大西洋 收集大西洋海域的海洋及大气信息 摸一摸北约海军潜艇的活动环境 从这一点来讲 解放军海军舰艇以后 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西洋 维护我国更远地区的海外利益 所以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 解放军的核潜艇 很可能已经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远航到了一些未知海域中 我们也需要加快新一代战略核潜艇 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 中国的警告 美国似乎听懂了 美国国防部正寻求 让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李尚福 下个月在新加坡会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 希望今年重新安排访问中国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 将来有一天 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 能够像美俄等国一样 随时现身全球各海域 对潜在对手形成威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